南北官的董会会期已经在北建议尾声 由南北官政府文化局 基本的董会借家的家庭 也在这次来到郭新乡北江川 进行最后一条家庭 董会应该会 后来自官来郭兄弟的客家协会 应该用手材的方式 让上任意交流 郭新乡定流高少学生 用泰国表演来为外党流着开场 南北市客家协会 也带来客家说唱艺术表演 其中南北官客家协会表示 这条音乐会 来自国乡定的客家协会 都拥有参加 成功促进合胜的情感交流 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场 所以我们所有的乡政的特加协会 参与度都非常的高 我是希望说在明年举办的话 我们可以缩减为乌溪线一场 佐水溪线一场 来举办我们集中火力 把我们的童话剧办得更好 把活动办得更热闹更精彩 国庆这场主要是用音乐会的方式来呈现 把整个客家童话剧的活动等于是带到高潮 邀请在地的客协团体以及在地的学校 把客家的这种意向跟精神 透过音乐会跟表演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 我想这样对于推展客家的文化 跟发扬客家精神 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主办党委之以来 国庆医院客家协会也说 透过新大党会在华董 对了邀请到官来 国庆典的客家社团 共同参加到楼子 也要安排在地狼地山 来到现场摆打电视 对着农民行销是很有帮助 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 很多客家协会都来一起参与 还有我们的农产品在这里来展示 让大家一起来切磋我们的客家文化 也带动我们的经济繁荣 有产业的行销活动 也有客家的一个歌谣的一个表演 所以今年的童话剧活动 可以说是一个复合式的一个童话剧的一个活动 这次的音乐会滑动 国庆典公司也要赚 既然关门客家各团 来现场和乡亲动乐 让大家对了情商客家传统的山河以河 也会感受少年一杯 正有华丽和浙子一样的精彩表演 记得金山昌彭博渡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